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预备用枪 停满 胡大姐 这儿下命令的人是我 叫你们师长来 房师长听您调遣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不愿烂在肚子里带到坟墓当中去 叫不叫师长 您自己看着办吧 看住他 为要扬来荆州 有一个更远大的报复 那就是四季除掉 狂热主张的种田工 为有灵战区争取时间 还有什么微斤子丝啊 市长啊 您为什么要处死我 哼 老子这些年来被征服偏 被同僚偏 被灵袖偏 被伤死偏 偏定个西北军多少将司 横使一将 偏定个的老账官 杨护臣 沈仙灵狱 所以 那他妈最恨骗人的人 你他妈撒了个的人不酸 还敢来骗个 难道不该撒吗 再说 这娘们儿知道的秘密太短了 留着一次害人 那好 我还有一个秘密 算是临终罪 这样 我不愿意让别人听见 市长啊 我 大心底里喜欢你 你那霸道劲啊 像极了 我那死鬼丈夫 就他想得住 先说你的秘密吧 这就是我的秘密 你这个娘们儿 怎么这么不得连翅啊 市长 你也是一方豪杰啊 这女人最大的秘密啊 就是情感的秘密啊 你 准备行刑 撒 不要你们市长细命的 就来戳老娘吧 市长啊 老娘的口水浅不浅 我告诉你说 您啊 中了剧毒了 想要解药的话 就再给我三间的活命期吧 丑婆娘 竟敢恐喝市长 市长 此时您性起无 不性起无 你 还是许姑娘中心啊 霓处 跪下 啊 翻 翻 楼子为了使长好 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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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么不是 叫你们这儿最好的医生来 院长正在查房 师团长的计划是 两路开花 齐头并进 王学军三师 八师 九师 向九一八师发动进攻 王军 向江南的中国正规军发动进攻 进攻九一八师的部队中 以第三师围主力 直插九一八师的老巢缝口 这位夫人有何不适 我有个亲切偶然风寒 想请院长一叫过去看看 患者现在何处 在洪湖 不是本人见死不救 洪湖现在是九一八师的地盘 日本宪兵队有严令 不得到那儿出诊 您还是请他过来吧 无边落母萧萧下 不禁长江滚滚流 我是从恩师来的 找万镇长有些事情 稍等不及通报 好 报告 你是魏文叔 是 情报处的魏耀阳 来本站有何功干啊 这是本站区的绝对机密 不足为外人当 老子是外人 莫非你是内人不成 无边落母萧萧下 不禁长江滚滚流 老子身为站长 你还要盘道不成 见了本站长 为何一点礼数都没有 你以为你来自长官部 就高人一等吗 行了 时间不早了 得先走了 怎么 你的功干不谈了 我只是路过这儿 讨杯酒喝 好说 来人啊 这位兄弟缺盘缠了 给他五块钱大洋 跟我来吧 魏兄 请稍等 他是本站长的副官 魏晓阳拜见万站长 请 好 无边落母萧萧下 沉 刚才那位是行动科长刘德彪 没有办法 本站递出药冲 英王送来的俗事态度 难免分心 所以万木才出自下策 万站长的苦心在下完全可以理解 魏兄有何功干 这次过来 本当如此 魏兄赏后 我这就去挑选人马 好 养张万兄了 从你们走 除掉五个人 挺问问术指挥 去哪里啊 不该问的就必要多问 这人也是怪 他怎么就知道我不是站长呢 是不是在下一身草莽气 离站长的风度相距太远 这倒不是 本站的街头阿姨是无边落幕 萧萧下 我回答了呀 不禁长江滚滚流啊 身份不同的同志 有不同的回答方法 基层同志打下半句 中层同志 只打一个字就是 高层同志的 这个 也不是我应该知道的事了 不要看我身为站长 却也只是个长江二号 连一号都算不上 你问那么多 又有何益处呢 这不是人家张处长身上的吗 上肖上肖上肖 这上面有人消化老子了 姑父 最近身体可有故事 我从荆州给你请了新衣过来 不用了 那听人说呀 中了胡瓜佛的毒啊 就是神仙也难救之 姑父 还是请医生看一看吧 好不好 不用 来了 走了 姑父 这位是荆州仁安医院的蔡院长 是大医院的 不敢 不敢 这位长官是 什么长官不长官的 他只是个打鱼的 我姑父 是是 这位小姐 恕在下语顿 令姑父 心跳正常 血压稳定 确实 没有什么特别不适 你再仔细听听 好嘞 呀 行了 真的没事 据在下诊断 确实无恙 那就有劳院长 在洪湖多盘缓几日 我的院长四处看看风景 如何 在下还有很多宿物 院长不给面子 是不是嫌我长得太丑了 看着暗眼 不敢不敢 走 从今天起 你们就听从卫文书指挥 直到任务完成 是 不休 人我就交给你了 多谢万站长 多谢万站长 我说你愁眉苦脸的干吗 看我暗眼啊 滚出去 我哪敢看 夫人暗眼呢 那你苦着脸给谁看呀 怎么了 姐姐 又惹姐夫生气了 你这小妮子 就要帮她说话 好了姐姐 我刚给你做了件旗袍 不知道合不合身 走 跟我去试试去 哎呀我现在没这个心思 这么说是我多余了 那好 我现在就捡了她 让秦武并当托吧 哎 这我也没说不是呀 这妮子前辈子脱生在皇上家了 脾气这么大 果然合体 玲玲都说你人眼四尺 果然不差 也没量过 怎么就这么不差分毫 好 好了好了 你这小妮子 越闹越起劲了 好了 我跟你说 是那个死鬼贪生怕死 不愿意打头阵 所以才苦着脸 姐夫不像是这样的人啊 你以为她是什么人啊 玲玲我告诉你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牢 女人一单嫁错了人 这一辈子就算完了 瞧姐姐说的 姐姐是南京政府汪主席的外甥女 谁敢惹你啊 那有什么用 他们当年为笼络这个废物 又让我嫁给她 这个人大老粗一个 原本还有点勇气 现在呢 远勇都没了 姐夫那是舍不得你 所以才不愿去打仗 你还不领情 这小妮子就是嘴甜 姐姐 你说我怎么又要开战了呀 我估计是一开战 黄金的价格又得翻分头 姐姐你得趁走下手啊 倒也不是眼下 听到死鬼说 日本人的作战计划 是在一个月后动手 就算是打仗 不也是日本人主攻吗 姐夫在旁边悄悄编鼓不就得了 嗨 唱戏的都不急 拉弦都急什么呀 你一个小女孩不懂打仗的事 听到死鬼说 这次跟以前不一样 是让你姐夫主攻 而且攻的是九一八十 你想想 要是落在国君手里 总还有个战俘待遇 可防禁战的土匪 要是落在她手中 还不让人抽了豆腐 姐姐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问你 这小泥子 这可不像你 有话尽管说 咱们能不能跟九一八十 走走门吗 毕竟大家都是中国人嘛 干嘛要为日本人拼命呢 这么说 你和九一八十还有关系 九一八十的长官们也有家眷 他们经常光顾我的小店 凌凌 我都觉得这是条退路 你能不能和他们搭上关系 当然可以了 就是怕姐夫不愿意 到时候 再给我扣个通敌的罪名 我可受不了 她敢 我说了算 还真怕那死鬼不敢 我看姐姐未必了解姐夫 干掉日本人内线这种大事 姐夫都下得了手 和九一八十交个朋友 有什么大不了她 还是你有见识 好 我现在找她说 可是 可是什么 我还有一个难处 说呀 姐姐你不知道 我在店里 只是负责设计和裁剪 其他的事 都是我的合伙人黄燕在负责 可是她现在人在牢里 生死不知呢 这事我在催那死鬼想想办法 那就拜托姐姐了 别这么说 我们还不是麻烦你吗 真是一物降一物啊 若不是想讨好我舅舅 我才不吃她那套 我知道 你不就是想给这小妮子做媒吗 是不是啊 介绍给你表弟 汪主席的亲侄子 不吃了 我告诉你啊 你看看 就她这公主脾气 汪主席家的这个执少爷 人未必就吃她这套 你懂个屁 男人都见 越是公主脾气 就越是趋之若鹜 行 你说得对 我不就是见 刚才小妮子出了个主意 我倒觉得有用 什么 使不得使不得 这日本人的情报耳目 它是厉害无比 一个武贤明 但你鼻子比狗都还灵 另外还有一个 九头鸟情报小组 已经到了荆州 你跟林林说一声 这话以后 千万千万不能再提 不宜九一八十狗盒 你就等着当炮灰吧 你看你 我当了炮灰 日本人还会给你一份抚恤金呢 如果和九一八十狗盒的事情败了 你也得手牵了 你都成了炮灰了 我要日本人的抚恤金有什么用 给你买丢帽子吗 我告诉你死鬼 你得给我好好活着 你如果敢在我前面死 我就杀了你 那事情败了我怎么办 大不了一起死 咱夫妻携手 共赴黄犬 我 我听你的 很厉害 你去奖导和毒 我像两个人 你的 不愿意 你如果能感觉吗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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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会 你有个人 有稻的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底细的人 那你有什么办法 我以前 跟九老八师 做了一点小生命 都是中国人嘛 难道老死不相往来 我自有趣的 看来我还不如 零零了解你 死鬼 果然不是等钱之辈 我可告诉你 你不能让五银值得太多 他如果要问起来 那你就说 史维远死心塌地 跟着日本人干 和九老八师 那是绝不可能的 沈绿 沈绿 我们多少时间没见过 两年多了 还好吧 还好 我以为你去了天国 你看好吗 好 怎么样幸福 热干你还吃得奇怪了 当然 没有面包系 我真是搞不懂 你为什么要到中国 不奇怪 我祖父当年就在中国传教 而且 你就在这个教堂 你在干什么 我做的事就不说了 免得上帝听得不高兴 还在此时啊 对了 我可以在这儿住几天吗 当然 我们都曾经在外籍军团服役 还记得军团的口号吗 军团是我们的祖国 对 我们是同胞兄弟 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不要客气 我给你安排住处 好 谢谢 对了 你这儿有电台吧 上帝在看着你 你怎么知道 我订了一份泰晤书报 你们经常有一些 关于自由法国的消息 虽然报纸到手上 已经是一个月以后了 但是 从报纸上可以看出 自由法国 对远东战局 非常的关注 特别是 对华中一带的战事 非常的了解 所以我想除了你 不会有其他人 提供这些消息 你这家伙 天生就是干间谍的材料 我的前任神父 是一个美国人 他为美国战略情报局笑了 所以 我不问来路 电台还可以使用吗 当然了 可以久不久用一下吗 没问题 陈长官 刚刚接到荆州方面的情报 金卫你旧的作战计划 他们已经熟悉了一部分 又是那个魏晓阳的杰作吗 不是 魏晓阳没带电台 是武林同志 是林立 正是 据武林同志获得的情报 金卫的作战计划 是两头开花 由伪军进攻九一八师 日军进攻江南九战区 他们同时行动 日军没有这个力量 其中一路 必定是阳宫 长官英明 不过 那一路是阳宫 现在还不好判断 武林的安全怎么样 他没说 冯处长和李副官 都陷入敌手 荆州出境险恶 丁州武林同志 一定要小心 是 报告陈长官 魏晓阳来电 说已经在荆州立足 同时询问长官部 有没有最近情报 他不是说没带电台吗 间谍嘛 都是一些神通广大的人 把近卫的作战计划告诉他 如果有办法 让他搞清楚计划全部 是 怎么样 能不能送上范围 我试试看 尽快找个机关 便来具体位置 今天不行了 这风关机了 到达上范围 先上范围 3 2 3 成功的 ем 3 3 空 5 5 6 8 6 5 7 7 师长 这九一八十谁都能去 唯独在下不能去 为什么 您忘了 半年前九一八十和我们交易 我奉了师长的命令 用一批过期的弹药 骗了他们一大笔钱 房进阵恨我入股 多次说要我的脑袋 这次你去 是本师长的特使 你知道不知道 他们不会为难你 那 可不可以找中间人 这件事情太过重大 通过中间人 容易泄露机密 去吧 这次这件事情 它不光是关系到 本师长的身家性命 咱们全师官兵的身家性命 都在这件事情的成败上 知道吗 多谢师长信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他带出来 是 师长 师长 我呀 给您道喜了 戏从何来啊 这师长一招见我呀 我就知道 肯定是您最讨厌的那个人哪 歸了 歇了 不挂服 那个兴许这啃了个不嫁 那像撒这儿后快也不嫁 所以呀 我就替您做了 怎么样 师长 有奖赏没有啊 别等鼻子就商量啊 老子为了出这口气 派人去尽州刺杀了那兴许的伞次 哎 徐处长 刺伞次吧 报个师长 五次 哼 你看看 徐处长这样的人物 五次都没有上了兴许的好法 足以见得 那个兴许的是个人物 对对对对 绝对是个人物 就和我这个寡妇约会啊 还带了一个牌的人马呢 所以啊 本师长想知道 你永远是什么手段 能够杀他于无形呢 这杀了就是杀了 他呀 现在啊 已经不是人物了 已经是鬼物了 我省得你话呢 你别吓了你 我呀 胆小 行了 师长 我不说了 行了 行了 老子墨这闲骨子给你兜罪 那好吧 师长 那就请您过来听我说吧 你 你跟我说 我来告诉师长 那我不知道 许姑娘您 还是不是黄花姑娘呀 与你何干 那好吧 那我跟你说 那个姓徐的啊 是我生平见过的 最谨慎的 我给她倒的水她不喝 我给她点的烟她给吹灭了 可是她帮她没有想到啊 我把毒啊 抹在了她上杆子想舔的那个地儿 这不就见阎王呀 哪儿啊 那许处长那么聪明 还想出来吗 男人上杆子想舔的那个地儿 还有这个地方吗 不要不能玄虚的 这儿呢 行了 快去报告你们师长吧 师长 你还是自己问吧 师长 咱们许处长也是个撒人不在眼的人物啊 怎么让你一句话弄成这样呢 你这娘们儿还真够邪门的 看来啊 我是错怪师长了 那许处长还是黄花闺女呢 我告诉您说 我给那姓徐的下的是犯性无药 哦 又腻的 师长 有什么想想吗 哼 哟啊 说吧 要什么 我要什么您都给吗 嗯 那您不怕我们家要价吗 哼哼 你连老子命都干腰 还有什么不干腰的 对对对对 那我还是先把市长您身上的毒品借了 你干吗 好了解了 你胡说 你懂个屁 老娘的毒啊 老娘的毒啊 就得那么解 市长啊 真是得罪了 其实呢 我根本就没给你下毒 您是大英雄 我这孵到人家 给你牵马 追到你的桥不上 我怎么还敢给你下毒呢 哼 哈哈哈哈 胡瓜夫 您是个上款人 老子现在就放你走 那可不行 我帮你除了那个姓徐的 您不能黑不提白不提的 就把我赶走啊 您是大英雄 不能欺负我这富到人家吧 好吧 您有什么条件 师长 寡妇面前是非多 哼 老子就是乃招惹是非 说吧 我的条件非常简单 你我合作 扳倒史威远 为什么 汉奸不该打吗 那日本人更该打 师长 您怕史威远吧 什么 浪子趴塔 你就是趴塔 他必须是本人还厉害吗 这日本人在这胡叉子里头 两眼一抹黑 可是史威远却是纵横洪湖的大行家 所以您啊 宁可捋日本人的虎须 也不肯碰地头蛇的性 你 好了算了 想扭得刮布田我也不强求了 不过师长啊 您能不能给我发一个 特别通行证明 好让我能够随时进入房区 来瞻扬您的威仪 别让许处长啊 戳了我的洞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好 旭处长给他签一张特别的通行证 从此 你在威仪房区可以畅行无助 哎呦 那就谢谢师长了 你再来吃饭吧 师长 我先走了 这娘们儿倒挺厉害的 许处长 师长 粮食告到了多少 还没搞到 怎么 你们情报处怎样吃嫌番 这些日子我的心思都在师长的病情上 没有粮食 早晚躲得饿死 还不如让那个卦夫堵死算了 我现在就去想办法 怎么着 杀人的事还在继续吗 是 听说今天出了岔子 犯人反抗 有三名皇军士兵 已经枪毙了三批犯人 中国方面怎么还没动静呢 那我们就 一直避下去 不行 警卫师团长已经下了命令 要求停止这种无意义的屠杀 那不行啊 没有人能够卫抗师团长的命令 就算是总天军长 也会给他很大的面子 我想拜见师团长 我想拜见师团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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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为代价吗 或许更有隔壁牺牲 但是 如果查出那两个间谍 或许能够 成就更多士兵的生命 你说的或许 可是今天 有三年皇军玉岁了 我很疼心 可是那两个间谍 确实很重要 两个狗倒数切的东西 有那么重要吗 请相信我 你们在这里杀半人走了 可是我的士兵 应该面对无数 被愤怒燃烧的 失去理智的暴民 可是 你的计划不能批准 苏团长 你看这样好不好 请荒谬大佐 把每天枪毙武士人 改为师任 这样场面不会失控 这两个间谍 确实十分重要 总天军长也十分关心这件事 三天之内没有结果 你的计划 就此停止 嗨 黄副军 你只有三天三十个命额 我想改变策略 开始枪毙那些嫌疑最大的犯人 怎么 不打算逼出真正的间谍了 枪毙之前 先以抗日分子的罪名 示众一页 另外 我想跟总天军长通电话 我帮你安排 定兴 好 想要 不打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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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我的同伴明天就要被处决了 如果这样的话 和洪湖那边搭上关系的事 恐怕我就无能为力了 这日本人要杀人 谁能拦得住 再说你姐夫说了 他打算一心一意 替日本人卖命 所以不用和九一八十扯上关系 日本人让打 打就是了 可是姐姐别忘了 你还有一笔钞票在我那儿 委托我换成黄金 我就是找他代办的 可是他找的是谁我就不知道了 如果他死了 只怕人死账命 那笔钞票很有可能成为一笔烂账 这可不成 那可是你姐夫用性命换来的 那又能怎么样呢 日本人要杀人 谁阻拦得了啊 我这就找他清楚 怎么 姐夫宁肯损失三十两黄金 也不愿救我的同伴 琳琳啊 千金散尽还付来嘛 这人要是把性命丢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 可是姐夫 明天那个人就要被枪毙了 万一他临时抓个垫背的 姐夫不是一样丢了性命 此话怎讲啊 姐夫曾经亲手干掉过一个人对吧 你姐夫是个军人 杀个把人算神吗 可那个人 是日本人安插在恩施方面的奸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让我心动 无法停留 有一种梦想 叫做迷惘 他在我不眠的夜里飞翔 有一种永恒 叫做悲伤 他让我奔跑 不回路上 有一种自由 叫做孤独 他在我一生 中静静飞舞 有一种爱情 叫做残酷 他让我心动 却无法停留 有一种梦想 叫做迷惘 他让我奔跑 不回路上 他在我不眠的夜里飞翔 他在我不眠的夜里飞翔 他让我奔跑 不回路上 他在不眠的夜飞 他让我奔跑不回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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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让我奔跑不回路上